高雄市新发局积极推广绿豆碰成为在地特色办手里 今年接续举办第三届高雄绿豆碰烘焙大赛 比赛分成传统组跟创意组 其中在传统组方面 希望业者将烘焙作品跟高雄在地食材 像是蜂蜜或荔枝等产品结合 受委托办理比赛的高雄参与大学 烘焙管理系老师王先生说 创意组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高雄特色食材 与绿豆线达到完美的融合 将绿豆碰做出全新创意的口感 所以希望与会的厂家师傅们 能够应用我们高雄大高雄在地的食材 能够应用至少要选择一项 跟我们的绿豆碰能够来做一个融合 除了绿豆碰烘焙比赛 王先生老师表示 这次进发局也规划以爱为主题的第二半手里比赛 欢迎青年学子发挥创意 踊跃的报名参加 除了我们绿豆碰之外 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活络 做强做大 那我们这次来特别举办一个第二半手里 他是希望我们的青年的师傅 或者是在学的学子 能够以爱为发想的一个烘焙的作品 能够能够做成一个可以长温保存的 伴手里这样子 送给各位心目中重要的人 比赛报名时间到6月6号截止 业者或学生可以上高雄市金发局的网站查询 高雄电台记者 刘春军昌采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